再次见到陆延潮的时候 盛夏刚过 今天是姐姐31岁生日 姐夫订了酒店为她庆生 我抱着小外甥进了电梯间 在我分神的间隙 小女孩指着电梯海报一脸好奇 小姨这个叔叔长得好帅 我抬眸是陆延潮 听说他这几年发展得极好 生意链遍布全球 小外甥似乎对他很感兴趣 指着海报上的名字继续发问 小姨这是什么字啊 我抹了半嗓 只觉得胸腔一阵阵战 记忆的筛子筛落了无数往事 电梯门钉得一下被打开 我听见了自己的声音 鹿鹿延潮的鹿 小外甥咯咯地笑着 身旁却传来了一个沉稳慈性的男生 小姐刚刚说的可是我 这声音我抬眸 正好撞进鹿延潮那双桃花眼里 时间仿佛静止了几秒 鹿延潮死死地盯着我 似乎难以置信 很快 他又恢复了从前那腹清冷自持 我从未想过分手这么多年 我们会在这种场合下相见 鹿延潮扯了扯唇 笑容苍白 唐武 好久不见 我点了点头 事到如今 我连跟他说一句话的勇气都没有 万幸 电梯正好停在了我想要的楼层 我几乎是抱着小外甥夺门而出 身后 响起男人急切的声音 你有孩子了吗 我刚想回答 却被身旁的小外甥抢了先 叔叔这是我小姨 漂亮吧 他没结婚 至今还是单身哦 我重重地喘息了一声 只觉得心脏疼得厉害 在鹿延潮炽热的眼神下 我终究还是逃了 酒席过了大半 我走到外面吹风 女士香烟被点燃 红唇吐出一个漂亮的烟圈 我已在窗户旁 静静地看着楼下熙熙攘攘的车流 这几年我过得很不安稳 最穷困潦倒的时候 一分钱都被我掰成两半花 好在 现在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了 气氛很安静 朝我走来的脚步声 更是带着分寸感 我抬眼 鹿延朝站在离我几米开外的地方 他插着都看着我 黑眸会莫如深 几年不见 学会抽烟了 他这个人 永远让人看不透 我垂下眼帘 熟练地摁灭了手中的烟头 鹿总不会是专门 过来抓我抽烟的吧 我抬脚 高跟鞋在空旷的地上 发出哒哒哒的声音 有些刺耳 每一下都敲击在了我的心上 走到鹿延朝身边时 他忽地拉住了我的手臂 男人呼吸都乱了分寸 唐武 你没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鹿延朝的声音带着热气 甚至有一丝卑微 我这才抬眼 正是着鹿延朝有些泛红的眼睛 前任之间 还有什么可聊的 回忆过往 旧情复燃吗 唐武 千万别心软 现在的你 可以喜欢任何人 唯独不能是鹿延朝 我在心里 一遍遍地告诉自己 好马不吃回头草 鹿延朝脸谋 不答反问 这些年 你究竟去了哪里 我一直在追查你的下落 却始终毫无音讯 我轻吃一生 找我做什么 在我眼里 我的离去 不过和鹿延朝遗失了一只猫 没什么区别 它今日心疼我 便多喂我一些猫粮 明日喜欢别人了 那我便会饿肚子 我只是鹿延朝养的一只宠物而已 见我神色淡淡 鹿延朝定定看着我 仿佛要将我看进心里 唐武 你果然够狠 什么都不说就抛下 我一走了之 你怎么敢 大学时 我和大了我五岁的鹿延朝谈着恋爱 彼时的我还是个学生 他却已经接管了家里偌大的企业 鹿延朝的圈子很大 大部分都是富二代 我这样一个小县城出来的姑娘 在他的圈子里显得格格不入 他很体贴 恋爱中的一英小事全都一手包办 在一众同龄人还在为四六级 专业课发愁的时候 鹿延朝代我见识了更为广阔的世界 伦敦 划船 巴黎看展 飞驰在落日下的美国公路 罗马消费更是纸醉金迷 一晚上就能花费平常家庭一年的开销 毫无疑问 鹿延朝是个很合格的恋人 与我来说 我接触到的却始终不是自己的圈子 我和鹿延朝之间有着过大的阶级差距 而这段关系 便注定了我和他之间的不对等 我不能和普通情侣一样 随时随地地给男朋友发消息 因为他工作很忙 我怕打扰到他 和他一起出去玩 他的朋友从来不会过问我的名字 好像默认我就是鹿延朝养的 一只漂亮的金丝雀 我知道 在这段关系中 我永远低于他 而鹿延朝 把握着这段关系的主动权 直到后来 我亲眼看见著名影后 挽着鹿延朝的手臂出席晚宴 他们看起来很登对 与我 不同 与其说是醋意 不如说是自卑感 那种油然而生的自卑感 将我打击得体无完肤 我厌恶进入不了鹿延朝圈子的自己 厌恶那个不优秀的自己 正因为如此 我才更不能待在他的身边 有他在 我便永远觉得自己有了靠山 于是 在某个平常的夜晚 我很安静地搬出了鹿延朝给我买的公寓 没有分手 没有再见 我掰断了电话卡 切断了一切联系方式 我想 再见的时候 我一定拥有足以匹配鹿延朝的优秀 我想要的是被看得见的尊重 那几年 我换了一个城市生活 努力攒钱 直面生活得一贫如洗 很多年后 我成了高级珠宝 设计师 被高薪聘请回国 并且在这座城市扎下了根 我知道 我这样的决定 对鹿延朝来说 很自私 但那不是我想要的 即便当时强行在一起 以后也不会幸福的 从回忆中抽离 我看着鹿延朝 他比几年前看起来更成熟稳重了 我长须一口气 几年时间 我的心境却已经大不如前 遇到事情更多的是权衡利弊 思虑再三 正如现在 我和鹿延朝之间 也有阔别多年的生疏和冷漠 他在执着的 不过是大学时的我 就像是白月光一样 狠狠地烙印在他的心上 那种感觉 现在的我已经给不来 我看着鹿延朝 轻叹了一口气 我知道 当初是我走得太匆忙 鹿延朝 我们在一起是没有结果的 你现在执着的那些 对我来说已经毫无意义 我转身欲走 下一秒 却被鹿延朝 轻而易举扛在了肩膀上 他将我扛到了楼梯间 充满着男性气息的身躯贴了上来 慌乱间 鹿延朝将我摁在了角落里 我恼羞成怒 放我出去 鹿延朝红着眼睛 抵住我 倔强地不肯松手 我不放 已经放过一次 这次说什么 我也不会放你走 话落 没给我半点思考的时间 鹿延朝就侵略十足地吻了上来 我越是挣扎 他越是将我抱得更紧 直到我被吻得激进窒息 鹿延朝这才放过我 喘息之间 他将头埋进我的颈窝 闲湿的泪水流到了我的肩膀上 他哭了 这还是鹿延朝第一次在我面前落泪 安静逼着的空间里 鹿延朝的声音带着哽咽的颤抖 别躲我 唐武 说你放不下我 说你分手的每一天都在后悔 说你这辈子只爱过我一个 只要你说 我什么都能给你 阴晕的氛围下 我却说不出一个字 直到今天 我才终于看懂 鹿延朝 也有情绪失控的时候 可现在的失控 未必是为我 也许是他感情不顺 也许是多年来对我的不甘 可他明明已经有了别人 为何又要来和我纠缠不休呢 我垂了垂眸 静静地推开他 我说了 你就信吗 对视之间 我看到鹿延朝眼里的光 一点点湮灭 从楼梯间出来 我姐正到处找我 见我神色一样 她关切道 怎么了 我笑着摇了摇头 出来透口气 我们回去吧 姐姐有些促暇地看向我 圆圆跟我说 小姨今天在电梯里 遇到了一个帅叔叔 小五 你 认识那男人 是我大学时候的男朋友 我姐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这么多年我一直劝你 多给身边那些 小青年追求你的机会 你一直不肯 难道是因为他 我摇了摇头 心情有些复杂 姐 不是见我还有心结 我姐也没说什么 她笑着握住了我的手 我已经成家有了孩子 自然希望有个人照顾你 可我更想你过得开心 只要你开心 这辈子不结婚 也没有什么的 我给她一个安慰的眼神 确实 这些年 在我身边打转的异性 不在少数 那些男人很殷勤 帅气 失业有成 仪式感满满 我却再也没有和另一个人 开始一段感情的勇气 其实问题都在我 我已经渐渐失去了爱人的能力 周一上午 助理小宋站在我的办公室 汇报日常 我埋头设计画稿 顺便一心二用 说完工作 小宋的语气明显顿了顿 姐 刚刚外面有个男人找你 长得还挺帅的 我停下手中的画笔 看向小宋 他有留下名字吗 没有 他只点名说要见你 我看了一眼手表 点了点头 让他去会议室 我很快就来 直到打开会议室的门 我这才明白 为什么他点名要见我 陆延潮今天穿着一身黑色的冲锋衣 比往日里更多了一分随和 见我推门进来 他黑眸动了动 从我进门到坐下 他落在我身上的眼神 都未曾离开过 陆总还真是雷厉风行 这么快就查到我的工作室了 我扯了扯唇 看向了坐在我对面的男人 听出我话里的讽刺 陆延潮显然 并未放在心上 唐武 我今天是来找你合作的 哦 我想要你帮我设计一款钻戒 男人黑眸 清冷干净 带着一种莫名的吸引力 我抿了抿唇 端起手边的咖啡 喝了一口 有钱不赚王八蛋 何况还是陆延潮这种资本家的钱 基于专业素养 我还是问了一句 方便问问这款钻戒的用途吗 陆延潮唇角 扬起一抹慵懒的笑意 求婚 说这句话时 陆延潮的眼神愈发柔和 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 杯中的咖啡 不小心洒了出来 我慌乱地撤了手 求婚对象 是那位影后吗 确实 这样的大张旗鼓 唯有定制的钻戒 才能称得起他的身份 陆延潮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怎么 有难度 没有 强忍下心中的酸涩 我看向陆延潮 陆总要是还有具体的细节要求 可以跟我的助理详谈 到时候我会拿设计稿跟你确认 男人眉头微挑 丝毫不给我机会 还是跟你对接吧 我女朋友 娇气得很 万一设计出来的东西 她不满意 那遭殃的岂不是我 看出我还想拒绝 陆延潮继续加码 唐武 我们也算是就相识了 这点忙都不肯帮 话落 他看向了会议室外面的同事 语气中的威胁显而易见 行 他赢了 我可不想把我们的关系 弄得人尽皆知 拿出手机 添加微信的时候 陆延潮嘴角勾起 一抹愉悦的笑容 要到我的联系方式后 陆延潮倒是出奇的安静 没有和我发过一次微信 也不问我设计稿的进程 对这个现状 我倒也十分满意 省得每次见面的时候 我都处在惊慌失措中 可命运有时就爱开玩笑 我没想到 时隔多年 我会再次见到那位影后 我回家时 他正从我对门出来 他神色匆匆 我们在电梯 口撞了个正着 唐武 女人略带诧异地叫 助我 我回身 心里暗自震惊了一下 他竟知道我的名字 他看起来 似乎对我没有敌意 纤细地 手指试探着指了指 我家 你住在这里吗 我点了点头 对 前不久 刚买的房子 他似乎是明白了什么 红唇倾笑 对了 还没自我介绍呢 我是陆延潮的姐姐 我叫陆冉 姐姐陆冉友好的跟我握手 所以 那个时候和陆延潮出席晚宴的人 是他的亲姐姐 我说 这小子怎么忽然要在这里买房 原来是因为你啊 陆冉意味深长地笑了一声 方便的话 我可以去你家里坐坐吗 哦 好 当然 一时间冲击太大 我后知后觉地将陆冉请进门 要喝点什么吗 纯净水就好 我朝陆冉笑了笑 他长得极美 从进门开始就不着痕迹地上下打量着我 目光中充满了探究之意 还带着一丝柔和 你不好奇我是怎么知道你的名字吗 坐在沙发对面 我安静地垂下了毛子 必然是和陆延潮有关的吧 陆冉喝了一口水 这才脸没看向我 是在你们分开后 我才知道你的存在的 那时候我弟弟疯了一样地找你的下落 恨不得绝地三尺 但是结果都不尽如人意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延潮他性子一向淡漠得很 这还是第一次为一个女人这样 我告诉他 也许你有自己的苦衷 有缘总会再相遇的 后来他找了你大半年 一点点地死心 我也眼睁睁地看着他一点点堕落 直到有一天我去找他 我想我这辈子也不会忘了那一幕 他躺在浴缸里 手腕上被割了一道深深的口子 轰的一声 我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 陆延朝他 他竟然为了我自杀 说到这 陆冉终于抑制不住哭了出来 我只觉得后背阵阵发凉 浑身血液都凝固了 陆冉眼面哭泣 哽咽着开口 我当时慌了神 急忙找了救护车 在手术室外的那几个小时 我想过一万种可能 好在 他终于还是被救活了 阎朝醒来之后万念俱灰 开口的第一句话便是问我 你为什么要救我 唐武 我曾经那么意气风发的弟弟 终究还是被毁了 泪水顺着脸颊流下 越来越汹涌 我感觉心脏抽疼的厉害 我从来不知道这些 路然姐 是我对不起她 路然渐渐地平静下来 她擦了一把眼泪 笑着朝我摇了摇头 不怪你 怪我弟弟太死心眼了 她认定了一个人 便一直都是那个人 你别看她平时性格寡淡 她是真的将你爱进了骨子里 这次你回来 不管你们能不能重新和好 我都希望你们能解开之前的误会 路然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看向她 在她眼底看到了鼓励 仿佛在告诉我 没关系的 强烈的愧疚感冲斥了我的大脑 我想 我需要点时间来消化我和路延潮之间的事 我握住路然的手 终究还是点了点头 周五夜晚 年轻男女们在舞池放肆地摇曳着 自己美妙的身姿 不远处的卡座上 我们一行人正在给闺蜜沈宁庆祝生日 见我一直心不在焉 她在我身边坐下 真没想到 路延潮竟然是个情种 别说你了 听到这些我也被震惊了一把 没有了平时的嘻嘻哈哈 沈宁神色认真 从前我觉得路延潮就是个顽固富二代 对你也是淡淡的 可现在看来 未必是这样 我抬眸看向沈宁 她勾唇笑了笑 早几年路延潮来找过我 那个时候她格外憔悴 整个人像是失去了精气神一样 一直在追问我你的下落 当时我心里也憋着一股气 自然是不肯告诉她 现在想来 若是我当时告诉她了 她便不会自杀 沈宁愧疚地叹了口气 将面前的酒一饮而尽 我垂下了毛子 只觉得心里难受得紧 我抿了抿唇 拿起手边的包包 我先回去了 你们好好玩 没等沈宁说话 苏以安就先一步站了起来 我今晚没喝酒 我送你回去吧 我看向了沈宁 她有些无辜地耸了耸肩 苏以安是我和沈宁的高中同学 自从我回国后 她就对我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听沈宁说 她高中的时候就暗恋我了 只不过我那个时候很迟钝 并没有发现苏以安这份心意 不用麻烦了 我出门打个车就好 我淡笑着拒绝 苏以安还是坚持要送我 这么晚了 你一个人打车 我们也不放心啊 我开车回去也要经过你家 不麻烦的 看着苏以安满脸热情 事已至此 我也不好再拒绝 我家和酒吧离得很近 不过十来分钟就到了 苏以安很绅士地给我拉开了车门 夜凉如水 路灯下只剩下一双人影 我朝苏以安笑了笑 辛苦你了 这么晚还要送我回来 我真诚的眼神似乎让苏以安觉得不好意思 她笑着挠了挠头 别客气 话落 苏以安身吸了一口气 似乎是有些紧张 这个周末你有时间吗 我想请你吃个饭 不好意思啊 周末我可能要加班 我略带抱歉地看向苏以安 后者似乎生怕给我带来困扰 急忙给我找借口 没关系 你刚回国不久 工作上肯定很忙 如果你哪天有时间 欢迎你随时约我 我看着苏以安的眼睛 真的很抱歉 我暂时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或许你可以多看看别人 不必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我拒绝地斩钉截铁 苏以安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从某些方面来讲 我和陆延潮都是一样的固执 我转身欲走 却被身后的苏以安叫住 他目光地炽热坦诚 小五 我会等你终于肯看我的那一天 似乎生怕等来我的拒绝 下一瞬 苏以安变上了车 直到车身消失在了夜幕中 我才轻叹了一口气 感情真是个折磨人的东西 哪怕我多次拒绝 苏以安还是捧着一颗真诚的心 期盼着有一天能感化我 可惜 感动不是爱情 苏以安的这份心 我也永远没办法回应 我拢了拢身上的外套 快步走向电梯 电梯门钉的一下被打开 铺天盖地的酒气将我笼罩 此时陆延潮正满脸颓废地坐在我家门口 哪怕这么狼狈 这个男人浑身还是散发着金贵感 让人一步开眼 而他的脚边是一地的空酒瓶 他究竟是喝了多少 眉心狠狠一跳 我们在沉默中对视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可怜巴巴的鹿岩潮 他的唇角 敏成一条直线 沉默了好半天 才轻声问我 你是不是 后半句话 他没说出口 湮灭在嗓子里 我不自觉地攥紧双手 指尖都攥到泛白 是什么 他顿了顿 将要说出口的话 变得十分艰难 刚刚送你回来的男人 你们是不是在一起了 路言朝面目憔悴 那双桃花眼相是要浸出血来 所以 他今晚喝酒 是因为这个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看向路言朝 想伸手将他扶起来 他却扶开我的手 眼底竟带着一丝委屈 半晌 他才露出一个自嘲的笑容 唐武 我在你心里究竟算什么 话落 他起身一脚 踢开了面前的一拉罐 亮呛地走到了电梯口 路言朝就这么消失了 甚至没有听我一句解释 这天晚上我睡得很不安稳 梦见了我和路言朝的从前 过往就像是幻灯片一样 出现在我的梦里 21岁生日那天 路言朝给我准备了惊喜 那是我这辈子 过得最开心的一个生日 路言朝给我戴上项链 承诺这辈子只会爱我一个 我们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中拥抱 接吻 我这个人睡眠质量一向不好 路言朝总会等我先睡 每一个被噩梦惊醒的晚上 他总会温柔地将我纳入怀中 轻拍着我的背 阿妩 没事了 别怕 那只是个梦 在国外的那么多个夜晚 天知道我有多么地贪恋 路言朝身上的味道 可是回应我的只有一事冰冷 我承认 我是个胆小鬼 我不敢在路言朝面前 表现出强烈的喜欢 我怕他会因此轻视我 我也做不到和另外一个女人分享他 所以在国外的那些年 我一直不肯回国 我害怕听到路言朝结婚的消息 从梦中惊醒的时候 墙上的挂钟显示凌晨两点 我起身倒了一杯水 电话却在此时响起 是一串陌生号码 我按下接听见 那边的环境听起来十分嘈杂 电话那边的男生带着一丝欣喜 嫂子 还好你接电话了 朝哥今天说找我们几个兄弟喝酒 进了包厢之后就不要命地喝 谁劝都不听 兄弟几个根本拦不住 他现在已经醉得不省人事 我估摸着应该是为你 你看你现在有时间过来接一下朝哥吗 我只觉得太阳穴突突直跳 赶忙问了他们所在的地址 我赶到酒吧的时候 路言朝的发小秦朗正站在门口等我 嫂子你终于来了 朝哥现在还睡着呢 刚刚给我打电话的是你 是我 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打电话的时候 朝哥嘴里还一直喊着你的名字呢 我脚步顿了顿 秦朗有些莫名地回头看我 怎么了 我苍白地扯了扯唇 没事 一进包厢 我就看到昏睡的路言朝 哪怕是醉成这样 他的睡姿还是很乖巧 白皙的皮肤泛着淡淡的粉红 比醒着的时候更加惹人怜爱 秦朗帮着我把路言朝弄进了车后座 我转身欲走的时候 秦朗却忽然叫住了我 嫂子 我知道 以你们现在的关系 这么叫你很冒昧 但这是朝哥允许的 除了你 我们再没这样叫过别人 此时路上已经没有什么行人 安静的氛围下 我插都已靠在车身上 那个时候 你们都没有问过我的名字呢 我轻笑一声 对于我是路言朝的金丝雀这件事 我一直都是耿耿于怀的 秦朗自然也能看出来 你误会了 朝哥当时并没有这个意思 他说你年纪小面皮薄 如果我们对你太过于关注 只会让你不自在 私下里 我们也只认你这一个嫂子 再没别人 这几年朝哥过得很不好 做兄弟的也不方便说 等他醒来 你自己问他吧 睫毛轻颤了颤 我常呼出一口气 每次和路言朝的朋友在一起 我总是被保护得很好 他的朋友从来不会因为我和他们不一样的出身 就对我抱有一样的眼光 原来 路言朝早就在暗中为我疏通好了关系 我自嘲地轻笑了一声 路言朝这个傻子 究竟还有多少没有告诉我 十几分钟的车程 却像是过了一声 到家的时候 路言朝已经酒醒了大半 电梯一点点往上升 我们很默契地谁都没有讲话 为什么把我家对面的房子买下了 我轻声问他 打破了现有的平静 路言朝管了一声 还是乖巧地从事招来 我想多看看你 我没说话 先一步走出了电梯 在我家借宿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 路言朝只得乖乖地按下自家大门的密码 我刚想说让他好好休息 忽然 一股大力将我拉进了屋子里 黑暗中 路言朝熟练地关上了门 他将我抵在门后 充斥着酒精地稳铺天盖地地压下来 整个动作一气呵成 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路言朝的吻带着失控的热烈 迷迷糊糊中我去推他 嗓音带了点抱怨 男人却长臂一身 打开了玄关处的开关 瞬间 室内灯火通明 路言朝抵住我的额头 眼中跳跃着爱火 对不起 我不该不听你解释 今晚等了你几个小时 看到那男人送你回来 醋意上头 我没控制住 他的表情像是个做错事的孩子 期盼着我的原谅 有多少年没在路言朝脸上看到这种 和毛头小子一样的表情了呢 我也记不清了 脸颊发烫 我感觉整张脸都要烧起来 我小声地解释着 不是的 他追我 但我没答应 路言朝清笑出声 我知道 他的目光逐渐炽热 墨色的毛子里流动着星光 路言朝呼地将我拦腰抱起 暗雅的嗓音再度在我耳畔出现 阿妩 我忍不住了 第二天早上 我是在路言朝的床上醒来的 我踏着拖鞋走出房间 路言朝正在厨房煮粥 见我出来 他将热腾腾的小米粥 放在餐桌上 来 尝尝我的手艺 我坐在高脚椅上 小米粥的米香味勾引着我的味蕾 勺子漫无目的地在白纸碗中搅拌着 我却毫无食欲 我看向还在忙碌的路言朝 萌色伸了伸 你手腕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话落 路言朝的背影顿了顿 他转过身来 似乎是不敢看我 我走到他身边 想要拉起他的手 却被路言朝拦下 别看 这道疤很丑 我不听 还是执意拉过他的手 指尖抚摸过那道疤痕时 我眼里已经蓄满了泪水 这么深的一道疤 我甚至不敢往深了想 如果当时路然姐不是恰好去看他 后果将不堪设想 路言朝若真的因为我而自杀了 那我这辈子都会活在愧疚的阴影之中 路言朝轻柔地给我擦眼泪 哭什么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我抓住路言朝的手 你怎么能这么傻 他轻叹一口气 将我抱进了怀里 最开始找不到你的那半年 我将你恨到了骨子里 我恨你为什么招惹我 又不要我 后来我渐渐想明白了 一定是我不够好 所以你才会离我而去 但你相信我 从我跟你在一起的那天开始 我就认定了你 发誓这辈子一定要把你娶回家 路言朝越是温柔地解释 我眼泪就掉得越凶 他手忙脚乱地给我擦眼泪 最后干脆吻上我的泪水 阿妩 你真是我的孽 明明这些年心里一直在恨你 却舍不得让你受一点委屈 哪怕只是看着你掉眼泪 我都心疼得要死 这辈子我是不是栽在你手上了 嗯 我承认 是我当时太过任性 可有些事情 终究还是要讲清楚的 我和路言朝之间存在着太多的误会 我拉着路言朝到沙发上坐下 那个时候和你在一起 其实我心里很没有安全感 我只是个一无所有的大学生 可你已经失业有成 我害怕在别人眼里 我根本就配不上你 开心了不敢和你分享 难过了更不敢和你分享 因为我知道你很忙 我担心打扰到你工作 在这段感情里 我一直都是自卑的 你性格一向淡淡的 我便更觉得 你对我只是娃娃而已 只把我当成你养着的一只金丝雀 话音刚落 路言朝就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他的语气十分笃定 我从未这样想过 似乎是终于明白我们之间的信息差 路言朝向是恍然大悟一般 阿妩 你对我们之间的感情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误会 路言朝将我揽进怀里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 我在他怀中摇了摇头 路言朝则耐心地给我一一解释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是在景宁墓园 你穿着一身肃静的白裙 手上捧着一束菊花 我恰好去墓园 看望我去世的父亲 那天雨下得很大 沾湿了衣服 经过你身旁时 你递给我一把伞 我问你自己怎么办 你说你家住得很近 后来我看着你奔跑在雨中 等我回过神再去找你时 已经见不到你的身影了 话落 路言朝倾笑了一声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女孩子 善良到宁愿自己淋雨 也要把伞让给需要的人 后来我便动用自己的关系 找到你 追求你 那时候我想 等你大学毕业 我们就结婚 可你的性格太独立了 你不愿因为我的地位依附我 更是不像普通的女孩一样 黏着我 恨不得24小时和我待在一起 其实我这个人占有欲很强 看到你在别的男人面前穿裙子 我会吃醋 看到你和异性同学聊得很开心 我甚至会恨自己 为什么不是个学生 没有和你共同的话题 所以我只能尽量装作 不在意 任何事都尊重你的决定 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让你产生了 我不爱你的错觉 对吗 路言朝的这一番话 我从来没听他说过 原来他竟这么在意我 是以至此 话都摊开来说 因为这些 所以我不敢在你面前表现出爱你的样子 我怕被你轻视 金丝却不配爱上自己的金主 我更不敢在你面前表露心意 害怕到最后受伤的是自己 路言 朝心疼地吻了吻我的额头 傻瓜 在这段感情中 我才是自卑的那一个 我害怕你觉得我除了钱 什么都没有 我甚至想过 哪怕你是爱我的钱 都好 至少 我是真的有 很可惜 你看中的 从来都不是这些 我只觉得 心中 一阵阵战 心中一直介意的那件事也被我合盘拖出 其实我离开的理由不全是这些 当时我以为路然姐才是你的正牌女友 对此 路言朝很诧异 阿妩 你怎么从来没有问过我 当时 我只是陪着我姐出席一个商业晚宴而已 往事的 装装件件 被我们一一说开 我才终于明白 我和路言朝之间 今年的误会究竟有多深 那天 路言朝抱着我说了很多 直到我困急 靠在他怀里睡着 男人温柔地吻了吻我的唇 将我抱进了 卧室盖好被子 自从和路言朝和好如初之后 他恨不得将我宠上天 去哪都要带着我 生怕我再一个不见了 我明白 他心里还是怕我再离开他 这种失而复得的喜悦 我也感同身受 强烈的欢喜之后 便会愈发的没有安全感 尽管我一遍遍地告诉路言朝 我不会再离开他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还是潜意识将我抱得很紧 仿佛要嵌进他的生命里 路然姐自然也是为我们高兴的 看到我们站在一起 她哭成了一个泪人 一个月后 路言朝向我求了婚 就在路言朝为新婚准备的别墅里 有路言朝的发小 沈宁也到场了 红玫瑰铺满了房间 每一处都被路言朝装点得很细致 路言朝今天穿得很帅气 他单膝跪地 深情款款地看着我 手上拿着的 是之前找我设计的那一款钻戒 不得不说他老谋深算 从我回国开始 就在放长线钓大鱼了 路言朝深吸一口气 压下心底的紧张 阿妩 这是我们的第六年 可中间长达四年 我都没有找到你 窗外的雾霾逐渐散去 光线在变亮 而你在我面前越来越清晰 这是个很平常的一天 今天早晨你就躺在我身边 在我的臂弯里安枕而眠 我发现我的目光始终没办法 从你身上一开 我舍不得睡 因为我害怕一闭上眼睛 你又会再次从我眼前消失 或许你不知道 在凝望你的时间里 我忽然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我要向你求婚 哪怕时间很紧迫 哪怕会吓到你 这一次 是真正意义上的求婚 我的女孩在外面 漂泊了这么多年 我想接她回家 那你呢 你愿意跟我回家吗 从我的视角看 陆延潮的手都在轻微地颤抖 众人都在起哄着 嫁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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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忽然觉得很幸运 这么多年 原来陆延潮一直在等我呀 也许 在以后无数个辗转反侧的夜里 我仍然会想起此时的悸动 这一次 我想遵从我自己的心 我拿起钻戒 套上了无名纸 以后 我就是你的陆太太了 周遭的起哄声 愈演愈烈 陆延潮的眼中 却只有我 窗外月色如银 陆延潮欣喜若狂地 将我纳入怀中 她哭着说 我何德何能 她还说 你是这个世界给我最好的礼物 陆延潮不知道 她才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 我从没告诉过陆延潮 很多年以前 景宁墓园相遇的那一天 我刚刚失去了至亲 我在墓园的台阶上 静静地坐了很久 一直到天色渐渐变暗 彼时的陆延潮 从我身边经过 她身上有种好闻的香味 后来 天色微变 墓园下起了小雨 陆延潮走到我的身边 将身上黑色的大衣 踢在了我的身上 你衣服单薄 别冻病了 不早了 快回去吧 尽管她自己已经冷得发抖 看我的眼神 还是让人很温暖 也许陆延潮不会明白 她这么简单的一个举动 对我当时是多大的安慰 我点了点头 看到她被雨水渐渐打湿的衬衣 我埋头从包包里摸出一把伞给了她 没想到 这么一个简单的举动 竟被陆延潮记了这么久 我于爵处逢生 知迹盛开 旁人都想采摘我 唯有陆延潮路过我身边 给我撑起了一把伞 她说 你尽管盛开 还有我呢 我为她坐了五年的牢 从里面出来 那天她亲自来接我 却是低声道 阿清 我要结婚了 我眼中无悲无喜 好 后来她日日辗转 永远忘不了 我离开那天 可惜 无论她再如何后悔 踩着尖利的石头 一步一步鲜血 撒满我的门口 我都不会再心软 因为我对她的爱 已经死在了那一天 二百八十四 出去吧 以后好好生活 熟悉的 玉井笑得温柔 伸手将一个老式手机递给了我 加上 我身上这套 已经发白的连衣裙 这就是我入狱时的全部财产 我早已和这人世有了隔阂 此时根本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也许我握了握手里的老式手机 却是始终拨不出手中那个号码 我心中是有恨的 对于许薇 我为她做了五年的牢 受尽了苦楚 但是我知道我对她更多的是说不清道不明 我们认识十七年 在一起九年 她贯穿了我所有的青春 也是我所有的第一次 监狱的大门在我身后缓缓关上 咔嚓一声 我不自觉地颤抖了一下 下一秒 对面的黑色车辆内传来熟悉的声音 阿清 是许薇 我不用看也知道 我对她太熟悉了 熟悉到就算只看到车窗缝的那双眼睛 我都能认出是她 我犹豫片刻后走了过去 我无路可去 再者 她欠我一句话 我走进车辆 她便摇下了车窗 看着销售无比的我 她猴头 微梗 片刻后却是指轻声道 上车吧 我轻轻地嗷了一声 然后打开车门上了车 这么多年的牢狱生涯 早已把我的激情磨灭得差不多了 我再也不似多年前那般爱笑的模样 此时反而有种岁月静好的味道 她开着车行驶在路上 犹豫许久后声音很轻 带着试探 你好像变了很多 我认识许薇十七年 我对她所有的情绪都是了若执掌 文言我屈其 指截轻轻敲了敲车窗壁 在那种地方待了五年 是个人都该会变吧 许薇一瞬间沉默了下来 许久之后轻声道 对不起 我没有回答 只是看着窗外的风景 片刻后我有些惊慌道 这不是我回家的路 你要带我去呢 虽然我在牢狱里待了五年 但是回家的路 也不至于陌生成我完全不认识的模样 许薇咬了咬薄唇 声音是滴滴的哀求 阿清 公司三分之一的股份给你 你去外面避避避好不好 我一愣 下意识到 公司不本来就是我们两个的吗 我们一起创业一起发展 我负责技术 它负责经营 我们苦心经营两年 却因为它的违规操作导致公司被查 当时它脸上全是绝望 跪在我脚边苦苦哀求 阿清 公司项目都是我一手促成的 公司不能没有我 你是公司法人 你帮我一次 跪着求我的 是我相恋多年的男友 面临倒闭的是我经营多年的公司 所以纵使万般绝望 我还是麻木地点了头 然而现在 五年后的今天 他却以这般语气告诉我 他把公司的三分之一股份给我 许微眼神闪烁了一下后 解释道 公司和以前不一样了 比我们以前的规模 翻了十倍 有余 所以我就不配拥有我原来的股份了吗 这句话我没有说出口 在聪明这方面 我向来比不过许微 就算争辩 也只是他占上风 是以我只是一字一句道 送我回去家里 我不想去外地 就算家里在荒芜 那也是我唯一的安全感来源 许微文言 沉默了许久 然后下一句话 瞬间击溃了我的心理防线 阿清 我要结婚了 我一瞬间 感觉灵魂都在震动 浑身的血液似乎凝固了 一股麻意 从脚下直窜头顶 我好久没有这么大的 情绪波动了 我有些愣愣地抬起头 和谁 许微似乎有些不忍 微微闭了闭眼 深吸一口气后才继续道 他叫文静 是两年前认识的 我眨了眨眼睛 眼泪却是似乎 再刚进去的那一年就流干了 我语气干涩道 那我怎么办 许微沉默了许久 终于开口道 我在隔壁省给你置办了房产 公司的利润会按时打给你 我太过于了解许微 以至于他这句话一开口 我就知道了后面的意思 我沉默了下来 他后面说的话我没听清 但也没有听得必要了 我靠在座椅上细细地想过了自己的这些年 最后毫无留恋地看了一眼窗外的城市 哪个是 许微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许微对我的了解症如同我对他一样 他知道我性子直 从来玩不来那些弯弯绕绕 所以我问出这句话时 他就知道我大概是答应了 他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 一字一句道 歪成 我点了点头后不再说话 只窝在副驾驶里静静发呆 许微似乎不怎么放心 不时朝着我这边偷看 他这般关注弱势放在当年 我估计早就已经脸红心跳情难自意了 然而现在我心如止水 半点水花都已经掀不起了 许微说到做到 再加上他对我心怀愧疚 是已给我安排的房子 是个四百多平方米的小别墅 我轻叹了一口气 心想果然是不一样了 若是放到刚创业那两年 我们怕是只住得起 四十平方米的单间吧 我就这么在歪 成安顿了下来 每天在家里闲得无聊 也不是个事 所以我在隔壁大学内开了个超市 看着每天来来往往充满朝气的大学生 我的心似乎也被这种活力感染了一点 逐渐变得轻松起来 许微也算是个年轻的企业家 我知道他结婚的消息 肯定会在网上沸沸扬扬 是以我克制自己完全与世隔绝 就连超市支付也只收现金 因为我不差钱 店里的东西大多都物美价廉 所以就算是只收现金生意 依旧不差 我每天靠在超市里闲闲看书 颇有种岁月静好的感觉 这天倾盆大雨 天跟漏了似的根本不带停歇 我被困在超市里面回不了家 正准备关门歇夜 一个高高壮壮的身影 却是用胳膊顶住了我的门 嘻嘻哈哈地跟我打招呼 等等漂亮姐姐 让我避避雨等下再关门行吗 我有点愣神 别无其他 实在是漂亮姐姐这种称呼 我人生这么多年就没听见过 毕竟我入狱之前每天忙碌沧桑 身材壮硕 一张脸也是从未有过保养 是以许微的朋友市场 打去它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现在倒是因为入狱 不仅受得若风拂柳 就连性格都与世无争 安静地像个小木头娃娃 不过我自己长啥样 我自己清楚 仙女是肯定称不上 堪堪也就能搭上一个小家碧玉而已 我愣神地片刻 门外的人搜得一下就窜了进来 一身狼狈却掩饰不住 她阳光帅气的脸 她笑得双眼微眯 眼下的泪质明显无比 漂亮姐姐别怕 我不是坏人 我叫林骁 就是歪笑的学生 我可以拿学生证给你看 雨太大了 我躲躲 雨小点我就走 我看她一身湿透 手里拿着个湿答答的学生证 学生证上她笑得有些傻呵呵的 明黄黄写着几个大字 歪笑大三林骁 虽然说实话 我并不太理解她已经这般狼狈了 躲雨还有什么意义 不过我对充满青春气息的学生向来 有些放纵 许是因为自己淋过雨 所以偶尔也想为别人撑把伞 是以我手指微顿 绕过她回到了前台 超市内灯光明亮 我拿起前台还未看完的书 这是我出狱后的爱好 毕竟前半生没时间静下来 如今却喜欢上了这样的生活 超市里静悄悄的 林骁跟只小狗似的 在门口抖着水珠 语气带笑地跟我搭话 漂亮姐姐 你这店里东西这么便宜赚钱吗 我思绪被打断 眉头清洁 轻声回答 还行 维持生活 林骁朝着前台凑近了一点来看我 语气更是带着好奇 我室友他们都说你是来度节的仙女 耐看又有气质 重点是卖东西一点都不黑心 还老让我 室友们赦账 因为我店里是现金支付 偶尔会有不知道的学生没带现金钱来 反正我也不差那几块钱 是以我经常也会让他们赦账 有空再补上就好 听到林骁的话我愣了一下 随即嘴角 微扬 露出一个略带嘲讽的笑容 我心想 是度节没错 可惜不是仙女 大概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 不然也不至于沦落到这般田地 林骁看见我的笑容 似乎呆了片刻 然后笑嘻嘻道 仙女姐姐 为了感谢你临时收留我 以后我带我室友们来照顾生意啊 我随意地点了点头 心中并没有在意 毕竟我开店又不是为了挣钱 有人没人都没太大关系 林骁看我如此冷淡的模样 歪着头露出了一个有些苦恼的表情 仙女姐姐 你不盯着我一点 你一个弱女子只顾着看书 万一我是坏人怎么办 我抬头 啊了一声 似乎有些不太懂她的意思 眼神里都是迷茫 毕竟我入狱前正在创业阶段 一穷二白没财没色 裤兜里都摸不出两个钢棒 我还从来没想过这种问题 我这番模样不知触动了林骁什么点 她笑得双肩颤抖 自顾自倒 我开玩笑的 有我这样帅得一身正气的坏人吗 自恋且射牛 我在心里默默给林骁打上了标签 之后的一个月 我没想到林骁居然说到做到 开始带着频频带着室友光顾我的小店 她寝室的几个小男生 估计都不怎么爱吃零食 每每都是抱着一大堆 七七八八地学习用具来结账 我在心里轻轻择了一声 现在的大学生作业还真是多呀 光是水性笔 这个星期最少就已经买了三次了 我在心里嘲笑别人 结果晚上就乐极生悲了 经期突袭 我入狱前 经期就不是很稳定 痛经也很严重 入狱后没空保养 更是恶化到了极致 严重时甚至有痛到昏厥过 这是我出狱了两个月的第一次 情况更是前所未有的严重 疼得我止痛药科的根瓜子似的 连在床上都是辗转反侧 根本无法入睡 我关了超市 在家窝了三天 待到缓解后的第四天清晨 我踩踩着早晨露珠 准备去开店 人还没走到超市 一个熟悉的身影 就奔袭而来 然后在我面前 一个紧急刹车 林霄胸膛起伏喘着气 语气带着十二万分的委屈 我还没来得及多说什么 就听他懊悔的道歉 小鱼 对不起 我是不是追你太明显了 你嫌我烦啊 店都不开了 我都没来得及细想 他给我取的新名字 是什么意思 就被这句话 从一脸猛逼 直接震成了万脸猛逼 他追我 哈 也许是我的表情 猛逼得太过于明显 我清晰地听到林霄磨了 磨牙 然后恨声道 你该不会以为我天天来你店里 一个星期买十次学习工具 动不动还钱不够跟你赦账 然后再来借你一次 还钱是因为爱学习吧 我没有说话 但是我的表情上的惊慌 明晃晃就告诉了林霄答案 毕竟我人生这么多年 全部跟许薇纠缠得死死的 还真没被男孩子追过 毫无知觉也正常 林霄气得直翻白眼 第一次身上阳光的气息 都消散了些许 他原地深吸两口气 本来没准备这么早说的 想要起码让你软化一下 真是没憋住 所以你怎么想 什么怎么想 我愣了一瞬间 林霄大三 撑死了也不过二十二岁的年纪 我今年二十八 长了林霄整整六岁 退一万步说 就算没有年龄的阻隔 我坐过牢 也断然不会和他 这般阳光的少年有任何牵扯 我思绪涌动 他见我久久 沉默不语 有些着急 于清清 你对我真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感觉 似乎有这么一点吧 毕竟在我最难过的这一两个月 林霄好像个小太阳 一般 照得我世界都似乎明亮了些许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爱情 但是我知道我绝对不能和他在一起 是以我抬起头 眼神非常坚定 嗯 没有 林霄一下就愣住了 他似乎艰难地理解了我的意思 而后身上阳光的气息一瞬间完全消失 他眼里是一种我很熟悉的情绪 是遗憾 是绝望 更是执着 我心头一震 整个人如遭雷击 这是我入狱前时常看许薇的眼神 是我融化了一身骨血熬出来的深情 但是我认识许薇整整十七年 他不过才认识我一个多月的时间 为什么会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 除非他早就认识我 表白无疾而终 我和林霄不欢而散 他依旧每天都来我店里买东西 却是一句话都不肯跟我说 黑着一张脸来又黑着一张脸走 像急了小孩子耍脾气的模样 这天晚上我刚拉上了超市的大门 许薇的电话毫无预兆地打了过来 我犹豫了片刻之后 还是手指滑动接通了电话 他粗重地呼吸 从话筒内清晰地传了出来 我对许薇的了解甚至比他自己更加深刻 我知道必定是出了什么事情 以致让一向老诚持重的他 都已经无法维持冷静 但是我如今已经不好奇 更是没有主动开口问 我们就这么沉默了片刻后 我终于是叹了口气 开口道 没事我就挂了 许薇文言 终于是深吸两口气后 开了口 阿清 阿婆她不行了 我文言 手指不住地颤抖 差点就抓不稳我手中的手机 只说了一个字 那徐山疗养院 我心头哽咽了一下 猛然挂断电话 手指颤抖着买了最快机票 阿婆是许薇的外婆 同时也是唯一对我从小就心怀善意的长辈 我永远都记得她拉着我的手说我瘦了的样子 可那时我壮硕无比 也就只有阿婆才会看我辛苦 恨不得把所有好吃的都给我 五年前她在知道我的审判结果后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哭得像个孩子 死死拉着法官的手求法官明鉴 可笑 那时我被判证据确凿 就连我都亲口认罪了 她却依然相信我始终是那个纯良的孩子 我出狱后一直不敢去看她 我和许薇如此 我实在是不知如何向她交代 这样好的阿婆 巨大的悲痛袭上心头 我整个人都有些恍惚 坐在门口的墓椅上忍不住泪流满面 林霄远远看见这一幕 直接飞奔而来 毫不犹豫地将我拥入怀中 语气里全是惊慌失措 完全忘记了还在生我的气 小鱼 小鱼 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吗 我神情恍惚 口中喃喃道 阿婆快不行了 可是最快的飞机在明天 林霄沉默了一瞬 片刻后咬了咬牙 将我从凳子上拉了起来 我送你回去 我根本没脑子 去想我还什么都没说 她怎么知道我要回哪个城市 又怎么知道阿婆是谁 我只知道我一定要用最快的速 度赶到阿婆身边 林霄一脚刹车 将车停在徐山疗养院门口的时候 刚刚过去了五个小时 此时的 我已经稍稍冷静了下来 我看着开门下车的林霄 有些愁愁地开了口 要不 你先回去吧 我一个人进去就好 阿婆毕竟是许葳的外婆 在这最后的时刻 我不愿让她老人家走得不开心 林霄被我直接气笑了 她磨了磨牙 眼神恶狠狠地看着我 于清清 你行啊 用完就丢是吧 我喉尖一梗 抬起脸看她 眼眶通红微肿的样子 看得她一愣 片刻后 她长叹了一口气 算是我欠你的 我就在这 你进去吧 我点了点头 转身时加快了步伐 飞奔进入了徐山疗养院 我找到病房的时候 许葳已经在里面了 正坐在病床旁陪阿婆聊天 阿婆看起来比以往都精神的样子 丝毫不像重病缠身的人 我知道这是回光返照 一瞬间 我心间 汗动 眼泪差点 夺胖而出 我强行将眼泪逼了回去 声音颤抖地喊了一声 阿婆 我来了 阿婆转头看向门口 慈祥的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笑容 朝着我不断招手 阿清来了 来来快让我看看 我快步上前握住了她老人家的手 曾经有些微胖的阿婆如今手掌 瘦得骨节分明 我心间酸涩 努力挤出笑容 阿婆 阿婆看着我 眼神里是明晃晃地心疼 吃力地伸手来扶我的头发 一如既往 阿清来了 在里面吃很多苦吧 瘦了这么多 我看着这位慈祥的老人摇了摇头 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阿婆挥手 让许薇离开 独留了我一个人在病房里 在这种时候 许薇纵然 万般不愿 也绝不会无视阿婆的话 是以她轻轻地退了出去 然后 掩上了房门 房间里瞬间只剩下了我和阿婆 两个人 阿婆拉着我的手伸手捋下了手上的翡翠镯子 这是阿婆曾经的嫁妆 也是阿婆为二剩下的宝贵东西 这是她留给孙媳妇的东西 可如今的 我早已没有了资格 我有些惊慌想要推剧 阿婆的手却是稳稳地扣住了我的手腕 阿清 曾经这是要给我孙媳妇的 如今给了孙女 也算是殊途同归 我听懂了阿婆的意思 她居然知道我和许薇 我眼眶微热 眼泪已经快要包不住了 阿婆健壮 伸出干瘦的手掌拍了拍我的头 嘴角微扬 就这么看着我 阿薇是喜欢你的 但是她自己看不清 也配不上你 阿清 是最好的女孩 以后 肯定会有个好的归宿 纵然 阿薇再后悔 你也别再回来了 我狠狠地摇了摇头 却是已经气不成声 阿婆 我不要好的归宿 你好起来 我一辈子陪着你 阿婆有些吃力地喘了口气 握着我的手再次紧了紧 傻孩子 门口送你来那个孩子是喜欢你吧 他看你的眼神 就跟你当年看阿薇一样 我没想到林霄送我来的一幕 居然被阿婆从窗户看见 漠然就是一愣 阿婆露出一个有些孩子气的笑容 她凑近我的耳边 小心翼翼地交代道 阿清喜欢的话就去试试吧 我给阿清留了好东西 让我们阿清挺 只要板 别人不可能看清你 她说完抽回一只 已经开始有些微颤的手 伸向了枕头下方 然后抖着手拿出了一张纸 阿清快打开看看 阿婆 阿婆已经有些拿不住了 我伸手接过打开 白纸黑字 是房产转让书 受益人一栏 写着三个大字 于清清 阿婆把她为二的财产都给了我 明白了这点后 我整个人差点崩溃 泪水如断线的珠子般掉落 人更是开始不停抽烟 阿婆辅了辅我的长发 身体疲惫的向后靠 语气带着心疼 阿婆有些累了 以后不能看着我们阿清长大了 我都快三十的人了 也只有阿婆 依旧把我当成 没长大的小孩子 我再也绷不住这情绪 终于是哭出了声 阿婆有些疲惫的闭夜闭眼 然后呼吸虚弱地睡了过去 这一睡就没有再醒来过 料理好阿婆后事的时候 已经是第三天了 葬礼结束 许微站在我身边 呼而低声问我 阿清 回来吧 回来 我侧头 望着她的眼神里 带着清冷和疑惑 回呢 她被我问得噎了一下 片刻后 还是选择遵从了 自己内心逐渐泛起的恐慌 我 可以不结婚 听到这句话的 我不知为何扑斥一声 笑了出来 我抬眸 就这么定定地望着她 一字一句道 你结婚也好 不结婚也罢 如今跟我都没什么太大关系 通知一声 闲暇时 我还是愿意来随个份子的 阿婆离去前的话语 似乎斩断了我和许微之间的 最后一根线 我不知为何一下 变得轻松了起来 言语之间更是毫不留情 许微的脸色 一下子有些泛白 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伴上之后 轻声问我 那天送你来的 那个男人是 哦 原来许微也看到了 我这般想着 心中却是平静无波 再也不像当年那样 和谁并肩走两步 都恨不得 跟许微解释得清清楚楚 我看着许微有些紧张的眼神 突然有些想笑 你说 男人为什么做事的时候 义无反顾 事后又承担不了后果呢 许微见我这般模样 终于是忍不住眉头紧皱 低声道 于轻轻 这一句 还把我的神志拉了回来 我轻叹了一声 语气有些无奈的模样 嗯 算是我的追求者吧 许微听着我这一声 轻叹 脸色更加难看 她沉默斟酌了半傻 终于是一字一句道 看那模样 是你们学校的大学生吧 你可能没什么概念 现在的大学生 许是看上了你的钱 咦 我侧头有些 惊奇地看着她 轻声反问道 看上 我的钱不正好吗 毕竟看上我的 年华 我终有一天 年华不再 看上 我的钱 只要你不到 不是可以一直帮我养着 男大学生 我第一次 将许微气的 一句话 说不出来 她气得狠了 但也只是 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然后放狠话 于轻轻 你别后悔 后悔 我有什么好后悔 如今我无亲无友 无权无事 有什么能让我后悔 于是我笑得张扬 我做事从来不后悔 曾经是 以后也是 我和许微不欢而散 我坐着飞机回到了学校里面 被我赶回来上课的林霄 死气白赖地留了我的联系方式 美其名曰是她送到的人 一定要时刻保证我的安全 不然绝不回来 我也不知为何 还真就给了 是已收到我回来消息的第一时间 林霄就赶了过来 她头发带着湿润的痕迹 一身细汗都没来得及收 显然来得很着急 见我神色淡定地站在超市门口 当即喘着气开口道 小鱼 你 那边的事情处理完毕了吗 我侧头看她 她察觉到我的眼神 下意识地露出了一个阳光的笑容 那笑容过于灿烂 让我的精神都有些恍惚 我看着她专注的眼眸 回想起阿婆的话 嘴角轻轻扬起 点了点头 嗯 处理好了 林霄显然没见到过我这般笑容 一瞬间惊呆了 片刻之后 小小的红晕服上两颊 如此单纯的模样 看得我有些惊奇 忍不住又是一连串倾笑一出 林霄双眼缓缓瞪大 小鱼 你这是在嘲笑我吗 若是之前 我定是收了笑容什么都不说的 无趣模样 然而现在的我 却是点了点头 是啊 笑你 林霄露出一个有些开心的表情 眼巴巴地看着我 小鱼 你好像变了 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好开心 这下轮到我脸颊泛红了 身为一个成熟的姐姐 我虽然放纵林霄靠近 但也只是靠近 我内心始终有众多顾及 下意识就排除了交往这个选项 毕竟我不知道一个大学生的新鲜感 能持续多久 我再许微身上摔得够惨了 我不想再轻易置自己于那样的境地 林霄显然不知道我的想法 他只觉得我的心扉似乎敞开了许多 每天乐呵呵地往我店里靠 甚至连我家里的地址 也被他软磨硬泡地问了出来 他陪着我逛街 凌晨三点带我爬山去看日出 牵着我的手去看电影 我俩陷入了暧昧之中 直到许微的到来 那时我俩刚看完电影 他一边跟我讲着笑话 转移我的注意力 一边想要悄悄来牵我 我一眼就看破了这小心思 却也乖巧配合 我俩牵着手走到我家门口时 就看见许微一脸阴沉地站在我家门口 他没有跟我打招呼 而是静止看向了我旁边的林霄 好久不见呢 林许妍 林许妍 谁呀 我愣了一下 紧接着便感觉手里一紧 下意识侧头 就看见林霄眉头皱起 语气也一反常态 有些轻颤 让开 许微吃笑一声 然后目光看向我 阿清 我最近可查到了些东西哦 你身边这位林许妍先生 十年前可就住在我们巷口哦 巷口 我蒙了一瞬间 这才回忆齐许微所说的那个巷子 那是我和许微住得最久的地方 当时六十七平的房子 却被我布置得十分精致 只可惜 七年前因为创业就卖掉了 原来林霄那时候便认识我了吗 怪不得 他看我的眼神 缠绵得不像一个初始者 我清晰地感觉到林霄握着我的手颤了一下 片刻后 他轻声道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许微笑地讽刺 就这么从怀里出了一打照片 扔在了我们两人面前 照片散开 我一眼就看出了那个熟悉的背景 还有身侧熟悉的人 许微择了一声 看着我的眼神带着恨铁不成钢 阿清你看人的眼神不太行啊 随便想包养个大学生娃娃 居然还真被我一语成戳 带着了个故意接近你的 许微这句嘲讽一出 林霄的脸色瞬间煞白 他大手紧紧地握着我 手心细密的汗珠让我有些心肩酸楚 我下意识地眉头皱起 下一刻 林霄声音带着轻颤 一字一句地跟我解释 小鱼 我不是 我没有 许微适时地嘲讽加入 却好像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是 没有 没有什么 不是故意接近阿清 还是没有别的目的 许微混迹商圈多年 说话向来不留情 林霄本也是个嚣张的性格 但这件事涉及到了我 一时间他似乎思绪都打结了 看着我的脸上全是满满的哀求 我不忍看向来阳光的他这般模样 伸手摸了摸他的短发 轻声道 你先进去 等一下再跟我解释 此时我便是要林霄去死 他估计都会毫不犹豫地去了 别说这样的小事 是以他委委屈屈地转身 带着慌乱进了房门 直到听到他的关门声 我才抬头看向许微 有事 许微看着我的眼神里全是诧异 手掌不自觉紧握 手臂也因为用力过猛 甚至隐隐犯着青筋 他骗你 他是有目的接近你的 他曾经我很喜欢听许微的声音 然而在我放下许微之后 这声音对我来说只是噪音 我皱眉 有些懒得听这么多 直接打断了他 我知道 虽然我不知道林霄认识我这么早 但心里也隐隐有猜测 是以这句话也不算假话 许微显然接受不了我这说法 一瞬间眼睛里便泛起了淡淡的红色 你知道你还 许微 我打断了他的话 然后抬头看着他继续道 你想要什么呢 许微愣了一下 紧接着下意识的皱眉 我只是不想你被骗 你与社会脱轨太久 你不知道现在的大学生目的不单纯 我默然笑了出来 下一秒的话直接让许微差点当场暴走 我喜欢林霄 许微一瞬间整个人都僵住了 半晌之后不敢置信地抬头看着我 于清清你 我笑得开心 带着放松的意味 你说得对 做人要向前看 远处也许还有更美好的风景 许微侯间哽了片刻 许久后声音有些微颤地质问我 所以林霄就是你更美的风景 所以你是和他来真的 听到许微的质问 我恍惚了一瞬 他此时的模样和我当初和其相像 所以其实当年他看到这样的我 也只有厌烦吧 至于林霄 想到这个名字 想到刚才他慌乱又委屈的样子 一抹笑意不自觉地浮上嘴角 他愿意拿青春跟我赌 我有什么好怕的 想到这里 我突然觉得心中困扰我许久的枷锁 就这么被解开了 我嘴边的笑意越发温柔 嗯 认真的 这么多年的相识 我对许微了解 许微对我也同样了解 他一眼就看出了我的认真 眼眸第一次浮现出了惊慌失措 阿青 你不可以 我抬眸 看向他的眼神带着惊奇 许微 你当是古代的皇帝吗 我是你的所有物 为什么你可以 我不可以 许微一瞬间 态度都软了下来 上前两步想要来握我的手 阿青 我不订婚的话 听到这里 我皱眉抬头看他 在我的印象里 许微一向任性妄为 却也不是这种反反复复的人 看到他这一副敢做不敢当的样子 我眉宇间 忍不住流露出了厌恶的神色 许微被我这般神色似乎烫到了 猛然后退了几步 想来牵我的手也将在了空中 我俩间静默许久 片刻后我先动作了 没什么事我先进去了 林霄该慌神了 我毫不犹豫地转身 许微却是猛然抓住了我的手 他语气干涩 声音哑得不成样子 于轻轻 不要 我侧头看着狼狈的他 心中无悲也无喜 至于下无尽的感叹 他看着我毫无波动的神情 被我宠得向来高傲的 脊梁终于是弯了下来 他矮身 眼神与我齐平 想要从我的眼神里看出 一丝不舍 然而我越是平静无波 他就越是慌张失措 因为他知道 我这个人脾气好 没什么原则 但是相应的 在某些地方 我固执得可怕 曾经他是那个 被我固执偏爱的人 所以他有恃无恐 如今这个人换成了林霄 他便后知后觉地 感受到了慌乱 想到林霄还在门内 我不愿意与许薇纠缠太多 毕竟藕断丝连不是我的风格 是以我再次坚定地推开它 转身指纹锁打开了房门 而后大门砰的一声 在许薇眼前关闭 世界一瞬间安静了下来 我侧头看着委屈巴巴 蹲在墙角边的林霄 忍不住勾了勾唇脚 过来 我有话和你说 林霄眼眶有些泛红 缩在墙角一动不动 语气带着悲哀 小鱼 你说以后要照顾我的 嘖嘖我还没来得及说他一句 这人倒先告上状了 我侧头 语气带着调侃 照顾你 你好手好脚一米八的大高个 还要我照顾啊 林霄似乎没听懂我的意思 他抬头看我 眼中是麻木和绝望 轻声问我 你又要丢下我了吗 我微微一愣 有些疑惑道 哟 林霄米了敏唇 声音微颤 一字一句 五年前你突然消失 我找了你好久 最后他们告诉我你和许薇的公司 出了问题 你被判了五年 说到这里 他猴肩哽咽了一下 这才继续道 我找到了你在的监狱 他们却不让我进去看你 我守了你这么多年 却连一个见你的身份都没有 我一瞬间心脏里都是酸酸软软的痛 我矮身蹲下 视线与林霄齐平 轻声问他 你很早就认识我了吗 眼前的林霄豁出去似的点了点头 眼神里是一种我都看不懂的悲哀 小鱼 许薇说的没错 我很早就认识你了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 每天守在爸妈留下的房子里 看着你为他忙出忙进 洗手做饭 你记得你们厨房的小窗户吗 对面就是我家 我每天看着你活力四射的样子 似乎心情也变得好了很多 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 若是能被你那样对待的人是我 该有多好 说到这里 他通红的眼睛里终于是泛出了泪光 我不敢接近你 因为你眼里只有许薇 但是我又不敢离得太远 因为我怕我会回归曾经那般死寂的生活 我完全没想到会听到林霄这么一段话 沉默片刻后 我终于是理解了他的想法 他看着我和许薇太多年的历程 加上我给他的安全感太少 他根本不相信我能抛下一个 爱了这么多年的人选择他 哎 这傻子 我轻叹了一声 然后伸手以极轻的力道揉了揉他的头 我知道了 不怕 我这般温柔打破了林霄的内心防线 他下意识地脑袋清晃 在我的手心蹭了几下 语气带着西迹 小鱼 所以你不会跟许薇走 的对吧 我神色顿了一下 低头看向林霄紧张无比的表情 漠然有种恍惚的感觉 这个傻子 他是真的觉得我会跟许薇回去 我呼得轻笑一出 看向林霄的眼神温柔 林霄 你追我多久了 林霄被我问得一愣 眼中闪过狂喜 复绝了绝嘴又有些委屈 五个月零八天 我轻叹一声 不会再有五个月零九天了 林霄面色一僵 不会 我 我笑着打断他 我们在一起吧 曾经我畏畏缩缩 但许薇的倒来提醒了我 若是我一直享受着林霄对我的好 却又什么都不敢付出 那又跟许薇有什么区别呢 许薇走了 我却是迎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文静 那个只存在于我和许薇的谈话中的女人 茶楼里 我俩面对面安静地坐着 对面的女人显得文静有温柔 倒是和曾经的我完全相反 我眼皮微挑 声音有些轻 有视 文静抬起有些苍白的脸 看向我实眼中有恨意闪过 你和阿威说了什么 她为什么回去就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还要暂停婚礼 暂停婚礼 这倒新鲜 但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看向她的眼神带着一丝冷意 话语间毫不留情 暂停婚礼的人不是我 你不去问问你自己的未婚夫 来找我干什么 文静被我问的呼吸一致 扮上之后才缓过神来 然后身体前倾 声音压低警告我 你若是想要好好的拿那点分红钱 你就安分守己一点 毕竟我和阿威结婚后 公司可就也有我的话语权了 我文言 若有所思地抬头看了一眼对面的女人 然后喃喃自语 确实她有些得意 阳头间表情全是对许太太位子的志在必得 若是你自己知道进退一点 那我以后也是会考虑放你一条 生路的 毕竟你也算是教了阿威长大 文言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眼眸微挑尖带着一抹深意 两年而已 若是自以为很了解许薇 小心摔跟头 还有就是你知道她的公司 为什么叫微语吗 管好你的未婚夫别来找我 我男朋友吃醋的 说吧我毫不犹豫地起身 没有多看文静一眼 直接转身离开 我抛售了微语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文静的话语提醒了我 我确实不该跟许薇再有任何的牵扯 断就应该断得干净彻底 然后才能把自己完完整整的心 交给另一个人 我知道我这般抛售股票 肯定会引起微语的大动荡 是以我干脆趁着假期 和林霄去国外浪了一圈 林霄巴不得 每天脸上的笑意都咧到了嘴角 每天围着我小鱼 小鱼地叫个不停 那还有公司老板的样子 是的 林霄自己有个公司 我也是出门这趟 发现老是有人联系他做决策 才知道的 我好奇提及 他也没有任何隐瞒 直截了当地告诉了我来龙去脉 我爸妈走之前给我留了一笔钱 成年后 我就将那笔钱拿出来做了投资 一开始只是个工作室 这些年对上了风口 发展不错 也算是有些规模了 说这话时 他骄傲地不行 眼神亮晶晶地看着我 一副球夸奖 球摸摸的表情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伸手揉揉他的头 心也变得柔软 自从跟林霄在一起之后 我每天都过得十分滋润 许是从小就自己生活的原因 林霄真的是相当会照顾人 出门旅游这么二十来天的时间 我居然胖了三斤 称完体重后 我皱着眉 有些委屈地看着林霄 推了推她的胸口抱怨 林霄 你喂得我都长胖了 林霄任由我推 然后嘴角上扬露出一个 有些得意的笑容 小鱼怎么样都超可爱 中午我给你做你最爱的糖醋排骨 我说龟说 但在好吃的面前依旧屈服 根本无法硬气起来 晚上一盘糖醋排骨几乎都下了我的肚 饭后我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角 林霄 你做这个糖醋排骨还真是 还没来得及说完 胃里突然一阵翻江倒海 我冲进厕所吐得昏天黑地 林霄被我这副模样吓坏了 冲进厕所扶着我的 语气着急的 好像我得了什么绝症一样 小鱼 小鱼 怎么了 我正愣了片刻 轻声道 没事 可能太馋 吃得有点多了 我面上若无其事 心里却是有个猜测 悄悄地扎下了根 因为心中有疑虑 所以我带着一脸茫然的林霄 提前结束了旅游日程 趁着他出门 我敲 敲去医院做了检查 三天后 拿着检查报告坐在医院 走廊上的时候 我还有些正愣 在我29岁生日的前一个月 我居然怀孕了 手掌轻抚着小腹 我眼神呆呆地看向虚空 我身体一直不算很好 宫寒很严重 加上在里面几年的折磨 出来后我就没想过我 还能有当妈妈的一天 这个小生命来得过于突然 我有些不知所措 回到家时已经是傍晚时分 昏暗地灯光隐隐 我的小别墅内却是灯光明亮 隐隐有香味散发出来 这是我向往的生活 我嘴角不自觉地扬起笑容 脚步下意识加快 却是在路过拐角的时候 被一只大手拉住 许微神情憔悴 显然因为我出售股份的事情 受了不少罪 他看着我 牙齿咬得死紧 声音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样 于清清 你是真的很 我们白手起家的东西 说卖就卖 这么多年的付出 你就没有一点留恋 我侧眼看他 突然觉得 他歇斯底里的样子有些陌生 哦 狠吗 那不好意思了 我现在可经不起风险了 人生能有几个五年 许微被我说得一顿 眼神里闪过悲哀 语气一瞬间就软了下来 阿清 是我错了 我们回到从前 好吗 我会处理好文静的事情 我们都既往不救 我们如同从前一样 好吗 许微也有这般求我的时候 我心间感叹 有些许快意生疼 我努了努嘴 语气带着尖锐的刺 是吗 所以你是想帮我养小孩 许微瞬间将在了原地 伴上之后语气发虚 一字一句 你什么意思 我推开她的手 在看向她时 眼神没有丝毫温度 字面上的意思 我怀孕了 林霄的 许微文言 像条即将可死的鱼一般 用力地抽气 片刻 漠然拳头握得死紧 然后忍不住一拳击 向我身边的墙壁 声音发狠 鱼轻轻 这才多久 那我们以前算什么 我手下意识地 护住腰腹之间 侧身从拐角处钻了出来 许微 阿婆没了 微语的股票 我也已经卖完了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下次你若是再出现在 我家周围 那等你的就只有警察了 许微一瞬间身躯都软了 虚虚地靠在墙上 伸手想要来抓我 小鱼 你不可以 我侧身闪过了 他来抓我的手 同时头也不回地朝着别墅 快步而去 我只有我 若是徐总以后 有空 可以来参加我的婚礼 我快步前进 并不想再理会许微的任何言语 此时我只想跟林霄分享这个消息 我脚步迈得又快又稳 下一刻 我用指纹打开了房门 迎接我的是林霄惊喜的眼神 他看着我时 眼里全是灼人的温度 小鱼 你回来了呀 怎么这么晚 我绝了绝嘴 然后上前两步蹭进林霄的怀里 没事 处理了点小事情才回来的 林霄摸摸我的头 语气带着不服年纪的沉稳 客厅我给你切了水果 你少吃点 马上吃饭了 我看着他这般模样 心里最后一丝惶恐也随之烟消云散 忽而伸手调皮地捏了捏他腰间 紧实的肌肉 你大学学分修满了吗 林霄虽然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要这么问 但也老老实实回答 还没有 我抬眸 笑得前所未有的温柔 那有空去领个证吧 林霄一瞬间愣住了 扮上之后 默然反应了过来 狂喜地看着我 说话都有些颠三倒四 你 我 先准备一下婚礼 给你个盛大的婚礼 我绝了绝嘴 来不及了 林霄傻眼 啊 我眼带无辜 怀孕了 准备太久了结婚穿婚纱 就不好看了 林霄蒙了 处理事物时 灵活地 头脑这一瞬间 似乎卡住 他呆呆愣愣地看着我 我伸手在他面前晃了晃 不开心 听到我的话语 林霄眼神里后知后觉地闪过狂喜 他有些紧张地在衣服上擦了擦手心的细汗 然后才伸手来抱我 就这么虚虚地一抱 还小心翼翼地避过了我的肚子 我心中好笑 眼眶却不知道为何突然红了 微雨到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正在家里安安心心地养胎 这消息是一个跟我认识多年 甚至跟我一起抛售了股票的股东小姐姐 徐翰告诉我的 我入狱这几年 许薇只顾着公司经营却是忽视了 技术上面的更新迭代 一直吃着老本 本来还勉强维持运转 如今元老一散是以直接资金链崩断 许薇无力回天 只能宣布公司破产 现在背负巨大债务 还有可能被判刑 徐翰和我说的时候 声音里有着快意 末了还问我 清清你要不要来看看 我知道他让我去看什么 他觉得我定是恨极了许薇 看到这一幕定会心生快感 我沉默了片刻 紧接着伸出手掌 轻抚了一下 已经有些微微隆起的小腹 恨一开始是有的 放不下 所以恨极了 但后来林霄的出现 似乎逐渐填满了我荒芜的内心 从此那里气候温和 春暖花开 就连对旁人的恨意 也变得逐渐模糊 是啊 许薇早已是旁人了 我漠然笑出了声 然后摇了摇头 声音坚定道 不去了 徐汉还想说点什么 却是有开门声突兀地响起 我心有所感地抬头 就看见林霄抱着一打厚厚的图纸冲了进来 然后走到我面前时 小心翼翼地蹲了下来 他将东西放在旁边的桌面上 然后一本一本地举着给我看 小鱼 这几种花 婚礼上你更喜欢哪一种 小鱼 我挑了一百三十张婚纱照 我都打出来放在这里了 你再选选 留个三十张 我们做个巨大的照片墙 林霄叙叙叨叨 电话还未挂断 我面露歉意 正准备跟徐汉说点什么 就听他笑着出声 如此 是没必要来了 轻轻结婚情帖 记得也给我一份 林霄听到声音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 眨巴着眼睛看我 然后小心翼翼地伸手去摸 我都还没什么胎动的小腹 我温柔地伸手附在了他宽厚的大掌上 笑着点头回应徐汉 徐汉 下一站你准备去呢 对面的徐汉沉默了片刻后 轻声道 还没想好 毕竟在微雨待了这么多年 出去都有些不习惯了 我笑了 轻声问他 我有个新想法 你有空出来陪我聊聊吗 徐汉文言 惊喜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了过来 好 明天 哦不 我现在就来找你 我和徐汉聊了对新公司的想法 徐汉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就决定跟我合作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 与你合作那些年是我最舒心的时候了 只需要每天躺着数钱 傻子才不干呢 有了徐汉的支持 我定不能辜负他的信任 是以我怀揣着宝宝 每天窝在家里的小沙发上 努力吸收着这五年我缺席的知识 等我生产结束 我就要亲手将我的新公司建立起来 这次 所有一切由我亲自把控 我再也不会给别人左右我的机会 我本准备生产结束之后 再告诉林霄这件事 然而有天我从外面考察 市场归来 却看见林霄窝在我常在的沙发上 津津有味地翻看着什么东西 我好奇地接近 却发现那是本厚厚的育儿全侧 我懵了一瞬间 下意识开口 林霄 林霄抬头看我 脸上飞起淡淡的红云 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宝宝要生了 我想抓紧时间补习一下 这样你就可以安安心心去开公司了 说完之后 他面露自信 信誓旦旦地伸手保证 小鱼 你放心 我已经抱好了培训班 保证把咱们的宝宝养得白白胖胖 那一瞬间 我眼眶微润 我的心是一座荒芜城 你落在了那里 从此那里四季如春 温暖花开